受降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近期海南气温多次下降 全省民政系统持续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寒冬送温暖活动 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省民政厅工作人员近日来到降温明显的 五指山 穷中等中部视线 检查困难群众粤寒救助工作开展情况 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谢谢政府困境我们什么都好 衣服很多 杯子很多 因为你们孩子政府照顾我们老的 过来杯子很快乐 很幸福 连日来 海南民政系统在全省 共走访慰问困难群众6.86万户 13.5万人 发放棉衣棉被预寒物品和米油等生活用品 共计569.36万元 各地民政部门还及时足额向全省21.2万城乡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发放12月份低保金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金 共计8614.2万元 并组织探访农村留守儿童困难儿童 组织服务人员上门为1.6万名分散 供养特困人员提供护理 排查禁老院110所 确保全省2174名集中供养特困人员 温暖安全过冬 随时发现 随时救助 绝不让一位群众在寒岭的冬天 受到困难 下一步要及时花放1月份的救助资金 确保能够按时足量花放到位 保障他们能够温暖过冬愉快过节